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一定要做对方的主 为什么他一定要听你的 为什么你的建议就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你的建议提出来之后 别人不听就不行 为什么 我就不明白 你怎么能保证 他回去做了木工 你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只不过就是因为 他随了你的愿而已 你要的不是说他干嘛 你要的是他随你的愿 所以换一个工作 或者换一个都可以 但是这种执念 为什么就一直在你心中 因为你这些年 在嫁进他们家的日子 过得不舒坦 你觉得他一直偏向婆婆 一直听他妈妈的 对你不好 所以这都是你这么多年 积累来的心结 到现在 婆婆离世三年 你就非得要把他这个东西 掰过来 除了嫌弃 抱怨 不满 你对他没有一丁点的 作为妻子要尽到的责任 那你觉得他身在外地 人能回得来吗 就算有一天真的被你逼得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回来了 心回得来吗 我跟你说 不是你一个人有执念 他也有执念 他心里面也有心结 他也会想 这么多年 你对我妈妈不好 这都是过往的一些经历 造成了今天 每个人心里都多多少少 有一些机缘 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会嫌弃对方 彼此心中对对方有抱怨 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非要想一个办法 把这种抱怨 给他报复出去的话 那这日子一定过不好 你们俩现在就是对抗 你让我回来吧 我偏不回来 两个人真的把这种 对抗的关系放下 放下执念 你想要的才能出现 所以不要再纠结那些 过往的那些零零总总 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到了现在 我们就往前看 你越逼他 反而他越不听你的 把你心中那些过往的心结 过去就过去吧 男士也一样 听明白我刚才说的了吗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你老婆这样穿好看吗 我一般人不看他这样穿 你平时喜欢看他穿得朴素一点 是吧 对 但我问的是这样好看吗 好看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样看 因为你觉得他穿成这样 不像你老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平时不这么穿吧 这么穿很少 因为今天来上节目 所以才穿成这样 其实一直就想做主 一直以来被抱养 所以你总感觉自己不像一家人 不像一家人 就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对 然后一直想要有自己的家 对 一直想做这个新家里的主人和公主 对吧 你看你今天穿的就像一个公主 但有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的时候 就是你是做一个家的主更幸福呢 还是融入进来 成为这个家庭成员 渴望这个家庭的温暖更幸福 渴望家庭的温暖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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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有家庭的温暖更幸福 对啊 我觉得那婆婆对你应该不会太差 就是因为那次流产 她们非让我 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幸福 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幸福 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多的温暖更幸福 温暖更幸福 温暖更多的温暖更有